好 我們要先開場而已 就是下一位講者要科大 那其實他的題目在外面已經講很多次了啦 那反正因為我們今天的Session就是想說 今年農業大概會發展可以用的資訊技術 我們就一次再邀請來再講一次這樣子 所以大家如果今天一整個都有參與的話 就可以對目前的資訊農業發展 有一些比較全盤的了解這樣子 那今天來這裡 不用錢我們熬他這樣子 對啊 不過時間只有30分鐘 但是對啊 有什麼可以問的話就是可以盡量發問這樣子 等一下是講互聯網通訊 就不是以前傳統家裡WiFi啊BT那些東西 我們可能目前裝置 左邊可能很少啦 對啊 但是絕對是未來的發展趨勢這樣子 好 謝謝欣言 好 謝謝欣言 大家好 我是科大 那我是來自裡面科博爾的社群裡面 就是做一些技術的一些知情顧問 那這邊有上過我的課的有多少人 那沒有關係 那這樣你們今天就一次搞定 P1的所有的東西 那我的好處就是 我把所有東西都蹭過 而且也實做過 所以你們到最後應該會有很多問題 那那個時候就是我會告訴你 怎麼做比較好 那不會偏向太多理論 反而是針對實務 好 謝謝 那今天我們的主題就是IoT裡面的LPWare 那這是我們的社群 這邊應該沒有人沒有加入這個社群吧 沒有那就很好 因為沒有加入的話 你很多資訊就有Loss 因為你加入這個 因為裡面其實真的是 以Open的心 然後在社群上分享 那你就會覺得你離不開這裡 那當然在講IoT之前 這個還是要引起人家這件圖 從這個感知層到網路層到這個應用層 那簡單的說 現在呢 其實就是從感應層裡面就是端 從端到網到雲到應用 那當然現在中間又多了一個名詞 端點那邊又多了一個H Compute 就是邊際運算 那雲的這邊又切出一個 比雲更小的一些物 當然這些名詞不在我們的重點 那所以整個來講 就是從裝置Device到網路到平台到應用 那我們今天要談的就是網路層 那我相信各位知道 所有現在的這種IoT的應用裡面 離不開網路 那網路是要用什麼樣的網路呢 你會是用傳統的Wi-Fi username 還是有新的選擇 我們慢慢來跟各位告訴各位 所以物聯網的這個網路層裡面 關鍵的網路技術在無線網路 無線傳輸 因為每個器材都是可能攜帶式 可能是移動式 可能是放在這個很偏遠 或是認了一個拿不到的地方 那你不可能一直跟它拉線 最關鍵的IoT的關鍵技術在這個網路 那我們從網路裡面 我們就會探討 從這個長技體的Coverty來看 從最近的我們的長長行動之中的NFC 到我們藍牙的耳機 或音響 到我們平常在用的Wi-Fi 從因為這樣開始演進的這種演技裡的 什麼Lola還有4G 那另外一個關鍵的地方 我們剛剛講到一個關鍵是長技 第二個關鍵是電子的壽命 那各位應該知道 你的手機可能一天要充一次電 那你如果是有一些Wi-Fi 只是做聯網的Wi-Fi 你有可能一個禮拜再充一次電 那藍牙的部分 比如說你的藍牙耳機 你可能一個月充一次 當然你如果沒有一直在Wi-Fi 那如果一直在Wi-Fi 可能一個禮拜 那我們低功耗 很有可能 你可以用你的省電的技術 去達到你可能一年電子才換一次 甚至如果是這個Duty cycle比較低的 你有可能用了三年它有可能換 這就是我們真正的IoT 要的東西 就是電子的損耗 我的IoT 不可能每天或是每年 每個業氣做每天 所以關鍵的技術 電子也很重要 那所以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常用的家裡面 從最早歐美 我們台灣可能比較少 這種GP的器 除非你是已經住那種什麼 二代宅那種網路的 那比較常用的可能就是藍牙 還有NFC 廠長在用到 那當然這幾年已經有一個低功耗的Wi-Fi 就是802.11Ah 這產品也已經有了 但是呢 這個是不是我們的重點 我們的重點當然是 因為物聯網的所謂萬物聯網 所以你們每個器材 很有可能都是 需要講求低功耗 長距離低成本 那重點呢 就是因為數量大 後面這一張 應該再下一張 所以就是說呢 物聯網裡面的萬物聯網 所以呢 垂直行業跟新的應用 從智慧建築 智慧家庭 智慧教育 智慧醫療 一堆Device 都要聯網 那聯網 我們有沒有這麼 以線型的網路技術 你有沒有辦法 各位知道呢 你家裡的Wi-Fi 可以連幾個Device嗎 有沒有人可以知道 大概 一般不是很High-end的Wi-Fi的AP 大概就是64個Device 所以現在的網路技術裡面 如果以用傳統網路技術 你根本不可能 達到你萬物聯網 所以我們來看 所以就是說呢 目前的網路基礎 就是說沒有LP-WAN的情況之下 你海量的物聯網 你用藍牙用Wi-Fi 當然藍牙沒有碰觸到 Internet 所以你的這個Internet Wi-Fi、Ethernet 或4G 當然4G的量比較大 你這種萬物聯網的需求 你的這種聯網的設備就不足 所以就會發展出LP-WAN 所以LP-WAN裡面呢 我們當然從這個個人的網路 比如說我們藍牙就是我們的個人網路 還有Syslopan這種個人網路 到這個7億型的網路Wi-Fi 然後另外呢 到廣義網路 3G、4G 當然因為有這麼多的器材要聯網 所以就發展出LP-WAN 而P-WAN呢 以目前來講呢 台灣呢 大概引進的最早就是Lola 再來是Squad NV-IoT NV-IoT 演傳也已經開台了 中華電信應該在最近一年裡面應該會攀台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需求 就是因為IoT的裝置越來越多 那最近我接觸到的一些諮詢 大概呢 就是從 智慧建築 已經慢慢導入在這種LP會的需求 還有當然前面提到的我們今天的主題裡面呢 這個智慧農業裡面的很多應用 那你都是要靠這樣的一個設備 所以呢 我們講求呢 就是從 演、酒、寡、連 就是說呢 你的覆蓋力要大 電子要低 低功耗 成本要低 速度要低 比如說我們如果每個器材都裝一個4G 那雖然是有499之外 但是那個網路你還是得付出錢 一個月的基本的費用 但是如果你用其他的低功耗 你有可能 比如說多拉 你有可能就不必你付業助費 那從這邊呢 我們就會氣溫 LP位裡面呢 就會導出兩塊 第一塊呢 就是 必須是授錢頻段 那什麼是授錢頻段 簡單的講一句話呢 就是電信業要付錢給國家 國家把頻段賣給他 那非授錢頻段呢 這就是國際裡面的ISM 這個ISM的這種DAM的這個頻段 那大概是這個433、868跟915 那當然台灣也有另外一個定義 那這樣的這個三個功耗 我剛剛提到呢 我們目前台灣發展的是 LOLA、CPUX跟NVILT 那NVILT呢 就是一類電信在做 也就是說呢 各位現在手機裡面的東西 就是 不管是台灣之星啊 台灣大哥、大遠傳、中華電信 都屬於 這個 屬於一類電信 那 所以呢 NVILT呢 就是繼承在一類電信 直接上來 提供一個頻段 去做這個IoT裡面的這種 平環的這種使用 那 就是把頻段裡面呢 我們現在用的這種4G 你可以帶著在公車、在捷運、在看電影 它是屬於這種高頻寬的 那我們切割出低頻寬 我們IoT沒有必要用到這麼大 所以切出來的NVILT 那LOLA跟CPUX呢 也是因為這樣 但是只是它用的頻段 是非授錢頻段 比如說ISM ISM就是工業、科學跟醫療 這三個呢 在世界組織裡面 會有定出這樣的一個頻段 那這個呢 技術上我們就不談多 這個投影片呢 各位會有 等一下 我會在最後秀一張 讓你QR code少了 你就下載了 那這個呢 所以呢 大概發展了 台灣大概是7% LOLA、MILT 還有呢 LTE 未來還有5G都在發展 那這個都是會 因為我們不同的IoT的應用 會有用不同的通信 那這裡也是各位去參考 就是它有一個基礎的架構 比如說你的NOT 然後接下來你就是用Gateway 然後Gateway以後再上Cloud 那LOLA比較不同的呢 它裡面又Gateway以後呢 還有一個Network的處理 那這個 那這個 各位可能今天如果 還沒有接觸到這邊 我們今天的簡報 你看完大概慢慢你就會知道 所以呢 我們從這個長激體低功耗 做一個簡單的分布 那這個物聯網這個 低功耗LP位裡面 大概是坐在這個位置 就是呢 它的傳輸速度會比較慢 但是它傳得比較遠 比較省電 那大概這三種 我們的比較表大概是在這裡 那以國際標準來講 NBLD它遵循的是 屬於GPP的一個國際的協議 那LOLA呢 它也有訂出一個LOLA的國際組織 那CPUX呢 它是自己跨國商 它自己建的一個全球的網路 那所以整塊裡面 其實還沒有提到的 還有這幾種不同的 這個 那個低功耗的LP-1的通訊方式 都已經慢慢有一些 已經在世界各地都已經有了 那整個的分布裡面呢 大概呢 以目前全球裡面的這種 三個三大主要的通訊裡面 大概LOLA是最大 那LOLA最大是因為它是開放 但是當然 我們後面提到 開放的背後 就是你自己要有的負擔 那CPUX跟NBLT呢 是有另外的電信商機幫你服務 所以呢 它當然呢 簡單的說 縮減頻段 就是要業租會 那CPUX呢 它幫你建基地台 也是要業租會 那LOLA呢 不用 但是呢 台灣人講的計畫說 不用錢最貴 那所以呢 有時候你要免費 但是免費的背後呢 你有可能你自己要付出很多你的F 那我們有時候呢 現在講求的是專業分工 因為某些事情是找誰做 某些事情是找誰做 我要的就是 我是一個我自己的一個Domain Know How裡面的專業 比如說我們今天搞一個智慧農場 如果因為通訊的方式 你就一直在那邊搞Gateway 你其他的證實還做嗎 當然不是說這樣就把這個LOLA 這個推翻掉 那我們慢慢來看 如果時間不過再提醒我 因為簡報大概有九十幾張 那我們就開始談LOLA 那LOLA裡面呢 大概就談Indoor跟Outdoor 它的距離就不一樣 另外呢 它是可以一對多的器材 當然就是用Gateway來解決 那它最重要的一個黃色這一塊 就是免業住會 最重要是免業住會 大概LOLA在國外常用到的 就是用在這個農場 那農場呢 當然我們前面談到的 有最後用Shifus 那有可能是 因為我們面臨Gateway的維護 Gateway的架設是一個負擔 所以呢 LOLA用在這個國外呢 一個很廣的 很範圍很大的地方 比如說一個很大的這種戲牧場 它就是要監控每一隻猴鳥 它在哪裡 那這個時候 又沒有很好的 替代的通信方式 比如說剛剛前面提到 Shifus沒有在那邊見機地台 M220沒有見機地台 市集沒有見機地台 你怎麼辦 又要那麼大 所以你就會選這個LOLA 所以LOLA現在最主要的供應商 是叫Sentac 那Sentac跟IBM 他也用LOLA建了一個通信平台 那他就是把這個平台裡面有寵物啊 煙霧啊 水錶啊 垃圾桶啊 自動販賣機 氣體監測 那各位就會談說 這些東西難道不能用其他方式 就是可以 那就是取決於你自己的考量 那再把這個LOLA的通信架構 再跟各位介紹一下 就是說它從最底下的這個Note端 到你可以用自己的這個LOLA的Note 去組成一個private的網路 然後再上傳到你自己的零端 那另外你也可以走右邊的這種LOLA WAN的這種Gateway 這個LOLAWAN是有一個共通的協議 剛剛我們談到的 有一個LOLA的這個前九的共同的LOLA的組織 他現在LOLAWAN的協議是定到1.02 那產品應該也出來了 我今天好像沒有把理論帶很多 所以1.02就是把LOLAWAN裡面 LOLA裡面的協議定出三個class class A,class B,class C 那依他的這種雙向的傳輸方式 以及這個資料量的回應有不同 那目前class B在1.02.0裡面已經有了 這個態度有沒有 那這一張呢各位可能必須要知道 台灣的ISM 這個其實美國我記得是9.02.0到9.28都算了 那台灣呢就是跟著日本的規格 就變成是9.02.0到9.25這一段零彎 那各位看一下呢 橘色的部分呢 Shipbox是用9.02.7、920.9、922.5這一段他有用到了 這個他是跟NCC已經起的二類電信的頻段使用 那另外已經各位每天可能開車用到的ETC 他也用了9.02.6到9.02.9 還有9.24.1到9.24.4 所以剛剛這個錶裡面 橘色跟紫色這兩段很有可能 你如果未來你自駕LOLA的時候 你就必須考慮到很有可能 周邊有沒有這樣的頻段會被感擾到 如果你打的這種功耗太大 紫色這個人可能會來找你 因為他不會自己來找你 他會找NCC來找你 就是有時候台灣這種頻段在分布上 就很難說 那我們就慢慢來了解 因為如果你要了解LOLA 你一定要先了解LOLA的晶片 LOLA晶片裡面從Node端 我們只介紹1272、1276、1278 這裡面各位自己看一下 1272它LOLA晶片裡面分為高頻段跟低頻段 低頻段的話就是433 這個137到525這一段 它是屬於低頻段 那在ISM ISM Band裡面規定的就是433 那它所用的晶片就是1278 所以你如果從大陸買回來的晶片 就是1278比較多 那如果你自己去大陸淘寶網買 那你注意到它433就是1278 那台灣就有出1272跟1276 1276就是屬於高頻段 那當然1276因為各位看到 它是137到1020 也就是說它是從低頻到高頻 但是它不是 它只是一個晶片支援 但是你真正拉出來的頻段裡面 除非你這個前頻段你都要用 如果不是的話 一般的模組製造商 它都會把它切開 就是說低頻的部分 433就把它關掉 只用這個高頻的這個915 868 那如果你會去用433的大概不會去用1276 因為價格大概是它的兩倍到三倍 這個晶片 那各位先有這樣的概念 這個是常常在談1276的時候 你這是什麼 那再來Gateway 那Gateway為什麼會有這樣的Gateway 一般我們現在的 各位如果有寫過RF RF就是無線攝平在傳輸 那如果它沒有不同的頻段來做切割的時候 你一對一 那如果你這個Duty Cycle 就會有Collision的問題 會碰撞或者是同個時間來 因為這個信號打到空中的時候 是大家都可以收到 那所以呢 1301跟1308就屬於Gateway型的 也就是說它就有八個通道 那八個通道就是說 我可以定義出八個頻段 比如說我們如果是用 用那個1301有八個頻段 我就可以在你的Note端 後面會談到 Note端你可以定義LolaWay 你就可以定義八個頻段 比如說這個915.1 915.3 915.多 總共定八個 這是如果自建網 如果不是自建網的話 那就要遵行LolaWay的規定 看你是台灣的話 是AS923 類似這樣 那各位我現在這樣的概念 大概就是 晶片你要了解 第二個這一片就大家參考 那所以呢 有了這樣的概念以後 我們就要了解 那Lola現在有多少的模組提供 那這個因為東西很多 那如果講得快 各位也回去參考 最主要是 底下的東西都是我測過的 第一個 台灣最早進來就是正文的Lola模組 那它已經包一顆這種MCU了 那個剛剛提到的1276、1278、13領域 這些呢 晶片本身的通訊 就是晶片的通訊 它是用SPI的介面 那如果你要做自己的控制 自己建的網路 你就必須加一個MCU 自己去寫自己的協議 因為Lola本身是RF層 大概是在我們DataLink 再往下Fiscal那一層 所以你的協議 必須自己寫 所以才會有LolaWay的組織 就是定出了Lola的共同協議 那這個共同協議 就是呢 定義你資料是什麼樣的發送 那像這個LolaWay裡面 就必須規定你的Note必須是跳屏 所謂跳屏就是你這一次 剛剛有提到 你這一次發送的是用915.1 現在是用915.3 那接下來是915.5 這樣的一個跳屏 那這個就是要一個 一個這個單晶片控制器 去幫你做這種頻率的跳線 所以就會有加MCU的 像這一顆就是有 它走的就是UR 然後它用3.3V 然後用ADCAMENT 那什麼是UR 各位應該知道 你如果用過藍牙 藍牙的這種VT2.0的這種藍牙 接ADINO或接Pi 接沒有藍牙的時候的Pi 那你這個UR 也是下ADCAMENT 可以去做一些設定 如果你會控制那個藍牙 你就會控制它 只是把ADCAMENT換掉 所以這個的好處是在這裡 那所以呢 它這個Note端呢 它就是LOLA裡面 你左UR發送信號 然後Gateway就幫你收到 那Gateway收了以後呢 後面就有一個LOLA Server 幫你存到DATA 然後DATA活用的 然後才給你Education 那正文一開始引進的時候 是在2015年的事業的樣子 那它是2015差不多 那它是第一個實驗場域 是在台北市12個氣功所上面 架一個LOLA gateway 然後請這個社群跟開發商 一起來體驗一起來實驗 所以它當時就出了這一片 供大家做場冊 那當然它的後台就是 它架在各個基地台裡面 就是把那個Outdoor拿掉 對不起 它就是有一個Gateway接收 那Gateway接收以後呢 你就必須是存到你的資料庫 因為資料接收以後屬於RF層 到Gateway這一段是屬於RF層 RF層收到以後 它怎麼去Partial你的風包 然後再存到你的DATA base 或者是你另外的Forward 那所以呢 它必須要有一個Gateway 那我少... 我可能把那個Outdoor的 有一個Outdoor的簡單來說 Outdoor就像我們剛剛這個戶外 偵測那個風向那些 一個Gateway就是在戶外 那它就是紀律就比較長 那這個是Indo 其實LOLA還有一個好處 是如果是在地底下呢 大概兩三層的 它穿透力比我們後面會談到的C-Plus 跟NBRP都還強 它沒有辦法做這樣穿透 所以我最近就有做一個案子 就是把這個地底下的這種感測器用LOLA 然後呢 地面上建立一個LOLA Gateway 然後再轉成 比如說 因為我必須再轉出去嘛 那我有可能就直接用Gateway當發送 但是你Gateway裡面 你必須處理很多繁雜的這種風包處理 如果我這個Gateway再轉成 類似C-Plus或NBRP發送出去 那我後面很多事情都不用去解決了 那原來LOLAWay裡面呢 有一個亞太電信 大概是在兩年前 它拋出一個說要建500個電 但是這個一直各位好像都沒有聽到有進展 那不是沒有進展 而是它就到最後它只Focus在V2B的一些應用 它並沒有釋出讓各位來做 所以現在應該還是有 你如果有很好的應用 那你就提一個Proposal告訴它 但是告訴它以後 會有什麼變化我就不知道了 那它本來它這些都定義好了 都遵行國外LOLAWay 公有的LOLAWay 但是當時其實它有談到 有談到說業租會剩四塊錢 但是後來這些就沒有再release 給這些設景的應用 那它也初期大概在第二年 它也發行了這樣的模組 然後有一張卡 這個就是它的Dequise ID 這個也有做 我也都測過 那後台你要註冊 註冊 那註冊以後 你這個後台裡面 就可以管理你的Device 這些我們都經歷過了 也都測過了 但是後來因為可能它沒有再 逐步再推到前台灣的一些應用 所以你有可能 你選了這個 你要仰賴公有LOLA 幫你架基地台的服務 那就沒有辦法銜接 假設你的Device 但是可能是前省的應用 那你可能就只有在給付 那當然它也可以在南部 因為它也是電信業 它去幫你建立一些Gateway 但是那個就一樣會用產生 很可惜其實它後台也都做得還不錯 包括可以後台把你的Data 轉到M2TT的Bluemis 或者Microsoft 或者是 我記得還有一張是有Amazon 都已經有 那接下來我們就很快的把 幾個我們測過的模組 跟各位報告 那這一個是最早的時候 Microchip 那Microchip 你看各位 它也是走UR 做3.35 它有2483 另外它有出一個2903 是915頻段 那就是這個 各位就已經知道了 433 868 915 大概就是把這幾個頻段 大概知道 Norla 那Kiwi 這家公司早期 早期不知道叫什麼公司 泰花的樣子 它出了這個Ateno的這種實驗版 EVV 你只要插在Ateno上就有 那各位看到一個Transhib 1676 1676 這個時候你就知道了 這也是高頻段的引用 那它也出了Gateway 那坦白說 撤到最後其實以最近來看 Kiwi的這個LolaWay 其實是最虎而各位要的 因為呢 因為你Gateway到網路層 到應用層之間 它把你全部包起來 那今天可能 如果各位有需要細節再來討論 因為我們時間有關係 那這個 這個是它的Gateway 但是比較 那個的缺點就是因為它價格比較高 所以我今天帶來的就是未來的 我們屬於 比較屬於open source的 我們用拍做Gateway 那這個是它的戶外型 剛剛提到的戶外型就是這個 那正穩的Gateway的戶外型大概是這樣 它就是可以把它架在戶外的這種貼線 那晴燈的話呢 它專注於在LolaNote裡面的各種晶片 那各位看了就好 那各種晶片裡面它也做了不同的EVK版 它最早的時候這一片 就是SPI 那又大 然後 功能又好 但是就是SPI 你必須自己加那個MCU 加Pi 或加Dunon 或加其他的去做 後面會有 會有 一個怎麼做法 那它也有把這個MCU包在一起 因為晴燈它本身對於這種SIPI的技術很高 所以它很多就把 比如說把SD的MCU都加在一起 然後裡面包了一個1276 當然也有1278 那大概它專注在1276跟1278 就比較少用1272 因為1276是比較穩定的 那它也協了一個協議 就是P2P的協議裡面 它有建一個自己的內部 包了MCU 就剛剛我們提到 LOLA本身的最底層的晶片的1272 1278 這些1276 這些裡面 它晶片本身提供的是SPI介面 然後它SPI介面 只是用暫存器去轉成RF去划送 所以你的協議呢 必須自己寫 現在它包了MCU 它幫你寫 然後寫了以後 你就follow它的MCU AT command 或者是其他 command set 所以呢 它有寫一個 Master跟SLAB 這樣的一個P2P的架構 那所以呢 你也可以做一個Master 可以接好多SLAB 那所以呢 如果你是SPI的 像這一片是SPI的 你就可以利用呢 簡單的Arduino Arduino裡面呢 把它接SPI 然後包成那個 Arduino的這種LOLA的這種Library都有 那你就可以利用這個呢 做這個LOLA的那個 紅包發送 那你就可以也可以用SBI 像這個幾個阿米8 它有Wi-Fi的 或者你用T697也都可以 把它用SBI的Library包持以後呢 你再透過Wi-Fi傳送到雲端 就是自己做一個 這麼簡單的Girway 這是自鑑網 那如果你是用UR 那你也可以接UR 一樣可以這樣發送 這個是UR的部分 那當然呢 它後來呢 又出了這種 支援LOLAway的這種模組 它是一套的 底下的這個是電池 然後中間有一個LOLA的模組 在上面是接Arduino的Sensor 兼一個Arduino 328的一個chip 然後呢 它把它協議都寫好了以後呢 可以支持這個LOLAway 所以透過LOLAway的Gateway 就可以接收走 那這個是 它的看起來時間非常不夠 我們趕快講 它這個用B2B的情況呢 它就可以 比如說這個1對4 那這個是沒有Gateway的情況 就是你把這個當自己的Gateway 那它的結構是這樣 那另外呢 這個SID 它也出這一種Arduino 但是它這個是SBI介面 它也出這個4Pi的 直接接在SAL 接到插到那個Pi上面 那也出這個UR的 但是它這一些都是433的 你如果要注意台灣的 你用915 你要特別看一下它 它有不同的模組 那另外呢 黃天也出了很多這個模組 那它大概 比如說它有不同的型號 各位有看到有沒有 它410到525 然後860到120 這就是裡面用的晶片不一樣 那它也自己做了很多的晶片 那這個就給各位參考 那它因為像它這個都是用UR 所以UR的話呢 你直接不管你是用各種MCU版 你只要用UR的CAMMAN 下給它一個串列的CAMMAN 它都可以直接啟動它的LOLA 那它也用好幾種直接START key 那它也有設計一個這種 把這個直接接到USB 然後插到你的PC去做這個控制 或者是插到Pi裡面的USB去做控制 它這個是UR的介面 那特別要強調的是呢 這個黃天它出的東西裡面呢 它支援的三種協議 LOLA-WAN本身就是公有的網路 就是支援LOLA-WAN協議 另外一種是呢 用LOLA-WAN的這種協議自己建網 那自己建網就是呢 你把剛剛架構裡面的那個Gateway 轉成你導到自己的Cloud 這個就是私有網的LOLA-WAN 那另外一種呢 它自己建一個MOSDINK 一個Private的這種網路 也就是說一樣協議幫你做 但是呢 因為他LOLA-WAN的話呢 它的限制比較多 那如果MOSDINK 它自己的協議比較精簡 所以不必包的很大包 所以但是呢 你就是只用在私有的這種網路 所謂私有網路就是說 就是不必再跟你 你這個外面的這種 LOLA-WAN的這種Gateway去 等一下我如果有時間 我再秀一下 就是呢 這個比如說TDN LOLA-LOIT 這幾個這種公有的服務的 LOLA的網站 專門幫你接收Gateway 轉成Database的這種網路 應該講Data層的那種Data 那直接你應用層就可以抓走了 那常常會被問到的就是說 那我如果P2P 我一個Note對一個Note 或者是一個Note 可以連幾個Gateway 或者說一個Gateway可以連幾個Note 常常會被問到這樣的問題 那我們這邊就寫一個概括的 假設你是這個 每分鐘發射一次 那一個頻段大概就是六個Note 那如果你每小時大概是三百個 這個是參考值喔 各位只是 這是參考值 那這個另外呢 這個RAK 這是大陸的 他也出一個這樣的一個模組 這也是 也是那個 那個 LOLA的這種Note 端 那他支援P2P 跟LOLA WAN 那他也出一個這樣的 就是直接用Pi接一個E301的chip 就是用這個Pi接它 這個 那個 左邊這一個 左邊這一個是 是一個E301的這種Gateway的晶片 做成一個 那個 那個Pi的這種Hack 然後直接插上去 那你這個就是發通到的Gateway 這個Core都是Open Source 所以架起來 如果含Pi 大概是應該是八千塊就夠 那其他部分當然你要自己去調 那這是我們自己做的 我們當時因為要提供給Maker 所以呢 Centac就提供我們晶片 讓我們做一個這樣的SBI模組 那這是我們的SBI模組 那我們的SBI模組 因為有比較強的RF的人設計 所以呢 他在整個那個LC 整個那個色品的電路裡面 有特別的調教 所以之前有一些學校的同學 曾經問過我說 他在大陸買的這種 一樣的用1276 為什麼發射的功力 沒那麼遠 後來我告訴他 就是因為 後來我們才發現 他大陸買的那個 都把平關已經限制在128 沒有125 那我們這邊呢 我們實驗過 可以達到平關最低 你直接用32.5K 32.5K 那你的距離就比較遠 那另外呢 我們也做了這個Gateway 這個就是USB 這個是應該最近我會把這篇文章寫好 就是這樣 就把它插到你的Pi 這就是發通到的Gateway 那這個Core也都是Open Source 那這個技術規格就各位看 那這個我寫過的LOLA文章整理在這邊 你現在不用拍 等一下一次QR Code裡面就全部看 那接下來呢 就是談CIFAS 那其實CIFAS的一樣是主打的一樣 像是長期履歷功耗 然後這個資料量 這個可以省電啊等等這些 那所以呢 他在10月12的時候呢 他就在台灣把通訊會開台 然後呢 他CIFAS有整個生態 我看真的 對不起 整備的太多 跳過 那這個剛剛有提到的 就是12個Byte跟下載8個Byte 那CIFAS 他所用的技術是用時間頻率空間 所以他每次在發送Data的時候 你下一個AT command的時候 他會發三次 那發三次就是說呢 他用不同的頻率去發 然後呢 用不同的技術去發 所以你確保你這個基地台 Based Slation會收到 那他其實就是裝置熱點雲 那他有出這個CIFAS的 那我們也稱謀CIFAS的贊助 他找到晶片商提供給我們 我們做了一個這個板子 那這個是MD-Dino-Mite的 那這個是安西米做的這個CIFAS的EVK 那CIFAS呢 他就是呢 你只要固好你的Upgrade 固了這一塊的通訊 用的模組 後面這一段 你都不用去管他了 因為他從Gateway到網路儲存 到後台 來callback給你 這通通他來服務 這裡就是他的後台 那可以設你callback的地方 那也可以導到你自己的平台 那重點在這裡 他目前是業租費是22塊 然後呢 每天發送140次的Uplink 4次的Dunklink 那接下來是NBAIoT 那NBAIoT各位 我們這張剛剛有提到的 他主要是用這個國際標準的 那LOLA跟SHIPHouse 都有私有的技術 所以呢 這個建網的部分 尤其是LOLA的部分 你的建網是在ISM Band 所以你必須克服一些基地台 你自己架的一些困難 那這個其實 這個三個裡面 其實都主講 這個低功耗、長距離 那這個LOLA WAN 這兩個NBAIoT 這兩個的比較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大概其實 主要在於 其實決定在於營運商 NBAIoT有電信營運商 幫你做服務 那LOLA 你目前剛剛有談到 雅太電信 並沒有把這種LOLA 公有的基地台 釋出給各位 所以你如果是屬於大的產業 你今天這個 一個Node端 就沒有辦法 在很大的地方 被基地台接收 那除非你自己建 那這是NBAIoT的一些晶片 那各位 我看時間不夠 那我目前也有帶到這一片 就是這個NBAIoT 它走的也是UR 所以呢 你只要SIM卡插上來 那你有電信 就是NBAIoT跟遠傳後 未來的中華電信 申請一個門號 它給你一個SIM卡 SIM卡就是插在這個位置 那你這個模組 就可以接你的MCU 去做控制 那它這個模組 就可以上它的平台 那因為這個 NBAIoT後台 走的這個 SERVO是走UDP 所以它必須架一個 COEX SERVO 那COEX SERVO 就是你可以自己架 或者是用公有的 COEX SERVO 或者中華電信 或者是遠傳 這幾個三大電信 它本身都會提供 這樣的COEX SERVO 幫你轉介 你這NBAIoT的模組 發出來的信號 短介到你自己的雲端 那這個是應用的 那這一張可能 也是各位需要的 就是說它現在推出呢 10塊錢的業助會 可以有5Mbps 重量型是25塊25Mbps 金量型16Mbps 40Mbps 那詳細情形 可能要再接下遠傳電信 那這個是 這個是一樣 各種 LP RAM裡面 你各種領域都會用到 事實上我最近接觸的 更多這種智慧建築 已經在探討 IoT導入在智慧建築 這個如果各位有興趣 可以來看 因為我在兩個禮拜前 一個LOLA的客 竟然有三位建築師來參加 我就覺得 這個已經是 到了這個IoT 已經可能會發生在很多領域 所以這個是 我栽錄他的眼傳上次的簡報 在智慧城市裡面這麼多應用 智慧家庭、智慧農業 特別在未來裡面 應該智慧農業、智慧建築 跟智慧造業 都是會有慢慢的 深正的應用產生 那這是我的簡報檔 謝謝 那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剛剛好像有人在問 XIVAS跟LOLA的問題 這個上一堂的時候 要不要再請問一次 那我就先帶你答 因為我常常會被問到 就是說 這三種通訊方式 哪一種會是最好的 那我都只能跟各位講一句話 就是說沒有最好 只有哪一種是最適合的 那什麼叫適合你 就是說看你是應用在什麼產業 比如說我們剛剛提到的一個三期 那現在已經有人做那個三期 三期裡面的搜救 他用LOLA的通訊 中間這一場 那其實我在兩年前就把這個寫好了 那好像 因為後來發現通訊大代 有很多東西用 所以我帶進去 那好像有一個 那他就是呢 用 各位可以去看 就是把手機當作一個 禮拜十來互相通信 互相連接 那手機有藍牙 藍牙裡面再跟LOLA做一個進去 超過這樣嗎 超過這樣嗎 這就是中間 因為他網路層不一樣 就是要做這樣轉介 沒有問題 請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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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B-IoT 它是有GDP 還是有SanJoy 移電有的嗎 就是什麼地方都有啊 對 現在 NB-IoT 剛剛有提到 是移電電信 就是現在你們手機的 這幾個電信業者 他是在4G 他現在就是 在4G的基地台 他不會分位跟一些裝置 他就提供NB-IoT 但是他現在 並沒有開始前面 去把他的4G基地台 他不會成NB-IoT的Service 這樣可以回答嗎 對 對 聽說那個眼傳已經做很快了 中華電信 據我所了解的 目前動作很快 很快就會發布 會努力使大家說 什麼時候開始 是有哪些區域 可以 就像我們早期的時候 我們換成4G的時候 有一些3G基地台 並還沒有upgrade 但是他 那你就到那個地方 只會用3G 類似這樣的概念 還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或者是時間關係 我們可以 這個在會後 我都還在這邊 可以互相交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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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